戴牙套算嗎 戴牙套算嗎 我也比較喜歡 原來的樣子 溝通不過就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 愛優美波的頻道 街坊單元又來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呂姿 大家願意接受 自己的另一半整形嗎 那在台灣 接受整形的比例有多高呢 我們就來帶大家看看吧 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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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想問你們 自己本身接受整形嗎 沒有接受 是會想要 接受但我好怕痛 蠻願意的 阿你 欸 我現在部位可以 一半一半吧 如果微整應該算 欸 應該可以接受 接受啊 應該沒辦法 因為修了一點之後 你就會覺得 另外一邊有沒有更好 就會想再修更多 整形整上贏 對啊 那你們自己有想要 對臉部改善哪些嗎 鼻子 我臉很煩 所以我想要掉 但是我不敢做 眼圈夠吧 有 紅過雙眼 戴牙套 戴牙套算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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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人形會扁 戴牙套算 因為我笑起來 這邊會皺起來 然後就不要讓它這麼皺 新盆好友的話 應該只可以 如果另一半的話就 稍微整 可能稍微墊個鼻子 可能可以 然後胸部的話不行 就是我會比較喜歡 原來的樣子 好像男生都這樣 就喜歡原來的樣子 對 對 分手啊 換下一個 就這樣 溝通不過就 拜拜 那因為現在整形就是蠻普遍的嘛 那你覺得這個現象是好的嗎 欸 應該算好吧 讓自己更有自信 我覺得不要太誇張 然後 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我覺得是好的啊 讓自己變更好 只是另外一半不能接受這樣子 也沒有說不能接受 如果他想讓自己變更好的話 那我可以 我覺得大家 對於自己的外貌 越來越有要求 是一件好事 想讓自己變漂亮是好事 真的 嗯 我覺得是好的 可能出生的時候 不是理想中的樣子 但是 努力的去讓自己 變成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好 今天街訪下來 都發現大家對於整形 接受度都蠻高的 哥哥 雙眼皮 你看我的雙眼皮貼 相信大家都想要讓自己變得更完美 所以才想要去尋求醫美幫助自己 但是呢 還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太過度的追求完美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如果想要了解 療程的話 都可以到優美診所 來詢問喔 記得隨時關注我們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